老父亲出国寻找在外打工的儿子 来到公司地址时却彻底傻眼 眼前是一处废弃的工厂 哪里有什么所谓的办公大楼 就在此时 父亲的手机响起 电话那边留下一句对不起便挂动 父亲预感到大事不好 连忙回国报案 可办理的警察却说 儿子亲自联系了大使馆 要求不要再寻找自己 面对成年当事人的拒绝联络 警方也爱莫能重 然而父亲却不肯放弃 他坚信那通电话一定是儿子的求救 可是不久后 他又收到了儿子寄来的遗书 经过警方的鉴定 信件确认是东仔本人的笔记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 道琪盯着那封遗书 很快发现了端倪 信纸下方有很多长短不一的花 是当过兵的东仔留下的摩斯秘密 解读出来是救救 道琪立马着手 只是这家公司做得太过瘾 国内的地址也是一座烂文 道琪决定引蛇出动 仿照东仔的合同要求上传了一份一模一样的字 很快就接到了出国工作的信息 于是道琪不远万里来到了院里 一下飞机就感觉情况不对 对接人临时更换了见面地点 还故意在监控盲区抖弹 他戴上专用眼镜 和国内的张代表共享视野 不仅拍下了接人的车牌 还将一路上的蛛丝马迹全部录下来 起初对接人带他们坐了邮轮 还夸下海口以后他们顿顿都会是暴影轮下 但下了传几人却被要求坐上一辆破续 还以半电话卡为由被收藏了手机 车辆驶入越来越偏僻的小路 到其心中顿感大事不妙 很快另一辆车在分岔路口挡住了几个群 一群人拿着棍子走了下来 说罢三人便被套上口套迷运过去 到其也和国内的张代表断了联系 一盆冷水将他拨起 三人被盗吊着重剑摔在地上 眼前赫然是一个杀猪的黑老大 老大看着几人的简单 问他们谁玩过铺鸽 见没有人应答 老大恼羞成怒 将三人吊起来一顿暴带着 随后又扔出一堆计算机书 让他们着手研发非法等过程序 此时一个男生战战兢兢说 自己学的是平面设计 对程序一窍不通 老大却直接一棍子将他挡拎在地上 처음에 다들 모른다고 그러다가 나중에 보면他 잘하더라 你们 여기서 살아나갈 수 있는 방법 不得看가자 이런 힘이 不得看가